大家好 我是地方熊貓 今天熊貓要分享國外1366人的大型錦標賽 本次參賽第一名的牌組 就是這組超夢EX加沙奈朵的牌組 在這麼多人參賽之下他竟然能穩如牢狗的脫穎而出 可見他的穩定性非常的高 該牌組也打敗了皮卡丘還有極動鳥小霞 跟一些奇奇怪怪的牌組 玩家可以看到前10名的牌組有4組超夢加沙奈朵 另外4組是皮卡丘 另外2組就是風速狗以及噴火龍 然後前5名有3名是超夢加沙奈朵 就知道超夢加沙奈朵是多強的牌組了 該牌組的戰績也是非常的恐怖 14勝1敗 勝率逼近93% 非常恐怖的一套牌 該牌組玩起來非常單純但暴力 有超夢就傷超夢 血量150的超夢填2人打50 填4能可輸出150但要棄掉2能量 搭配板木加10攻擊可斬殺血量160的快龍 後攻第4回合就有這種暴力的傷害 大老婆沙奈朵一旦成形可每回合填2能 特性移行幻影可幫被戰區的寶可夢填1能超能量 這裡比較要注意就是沙奈朵2階進化時撤退要2能 因此要撤退的時機就是壓在2階進化前 也就是在奇魯利安或是拉魯拉斯時期就要準備撤退到後排幫助甜人 另外牌組會放一張板木補傷用 還有兩張納茲 納茲的換位可以讓超夢牌組更容易搶到獎賞 干擾牌紅牌一張 妨害對手進化 使用時機就是在對手手牌多時 這一組牌簡單暴力而且可以穩定甜人 就算開局超夢當中只要在第4個回合之後 也是可以輕易的秒掉對方 因為甜2人輸出50 適能150 就算送掉兩隻三奈朵也是有機會讓超夢做起來 因為他是中後期才成型的牌 所以有可能超夢卡獎一直不出來 或者是前三回合被打掉超夢 那就沒辦法了 因為其他牌前三回合被打死也是救不起來 這局對噴火龍後攻已經贏一半了 左上角可以看到火能火系牌組 開局拿到超夢是最棒的開局 而後排還有一隻拉魯拉斯 齊魯麗安和三奈朵在手排 對手沒紅牌的話第三回合就會結束 對方手排好多喔 洗掉他 對手沒下寶可夢就代表手上可能是一階或二階怪 要不然就是道具卡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如果手上有板木的話就能秒掉小火龍 很可惜沒抽到板木 也沒關係 碰火龍會受到五十的傷害 第三回合沙奈朵成型 不管對方派誰都沒救了 對面現在的打法就是先撤退 然後用火焰鳥填人 噴火龍標準的玩法 對面開局也不錯 已經進化成火恐龍 如果能讓火恐龍填四能的話 有機會反撲 很可惜我們甜人速度比對方快 所以已經結束了 沙奈朵蓋上去之後 對面選擇投降 簡單暴力的超夢就是這麼厲害 本次是先攻可以看到對手是草能亮 那就是耶誕樹或者是妙蛙花 好稀有很少看到泡沫隸屬 泡沫隸屬進化成奇諾隸屬 他的特殊能力是天三人 然後看被戰區的寶可夢乘30的傷害 算是弱化版的皮卡丘 這次沒使用紅牌 因為對手沒有鋪出寶可夢 紅牌留著稍後再使用 像這樣開局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手上沒有超夢 也沒有博士 更沒有精靈球 對面是蛋蛋流 所以前面的隸屬應該是肉盾 對方沒有填人給隸屬 先打我們 蠻奇怪的 凱羅斯是副打手 填兩人後輸出有機會100 沒有超夢 沙奈朵就是主打手 先把對方的手牌洗掉 對面應該是卡耶彈術了 對面應該是卡耶彈術了 沙奈朵填3能輸出60 非常的不划算 什麼鬼 怎麼還有閃電吸 對面有閃電吸 但只放草能 這太神奇了 對面終於忍不住輸出 真的卡牌了 用了博士超夢還不出來 主力輸出手變成沙奈朵 打一下60 如果派蛋蛋上來 他手上要有耶彈術 喔洗我們的手牌啊 我手牌很爛 你盡量洗 太感謝了 如果沒有幫我洗 我根本抽不到超夢 對面也太扯了 沒有耶彈術也派蛋蛋 這時候就能換超夢上去 因為交替之後超夢可以填兩人 剛好對蛋蛋造成50傷害昏厥 接下來就算凱羅斯輸出100 也不會怎麼樣 對面的牌好砸喔 不曉得他想幹嘛 超痛 100真的很痛啊 他運氣好的話 兩回合輸出200 結束 分絕凱羅斯 這一戰的對手 皮卡丘圖像 能量是電 應該是皮卡丘 本次的開局也沒有超夢 算是不好的開局 先攻定一回合 什麼事都不能做 對手已經鋪好兩隻寶可夢 再來隻皮卡丘 就涼了 還好是一隻急凍鳥 對手選擇天天給閃電吸輸出 還好抽到一張博士 出來吧 超夢 奇魯 莉安跟沙奈朵都出來了 又抽到超夢 完美 使用速度強化讓超夢上去彈 先攻的話 就算沙奈朵做起來 也要第四個回合 才能輸出150傷害 對面進化成光電閃吸 非常的痛 而且還填好兩人 丟到正面超夢半條命就去了 丟到正面超夢半條命就去了 我們這一下是打不死他的 因為能量少一個 先逼對方放位來爭取時間 對手如果沒有換位的話 我們就賺到 對面選擇天人給閃電鳥 我們賺到了一個回合 對手 這樣子下一回合不管誰上來 超夢都能秒他 這時候最好有第二隻超夢出來 不然超夢第一隻死掉後會很難過 要是我就會推光電閃吸上來 因為他只有一角 真的上來了 而且打我們攻擊力最高80 對面沒有皮卡丘 而且選擇天人給閃電鳥 對手 然後再試試看 還在這裡 有四角形 對手 對手 我們有四角形 對手 對手 這時候不管推薩奈朵或者是超夢扛 都有機會被閃電鳥秒殺 現在我們很尷尬,差一點能量才能秒閃電鳥 閃電鳥的三人攻擊只四次硬幣,一次正面就加50攻擊 其實這時候不管推誰上去都會被打,因此要爭取時間 剛剛我不管推誰都會死掉 這回合差一點能量,非常的可惜 這時候要多賭一個回合,閃電鳥無法秒掉超夢 這裡我應該先幫砂奈躲回20滴血量 因為他這樣的話可以承受對面兩全 還好對方沒有納茲 閃電鳥沒丟到三次正面,熊貓就贏了 NICE,贏了 甜人厚,精神衝鋒,掰掰閃電鳥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見掰掰 都好,請問我們下次見 時間了